主席,我們是不是請領務局局長 部委員您好 我想請問一下局長 是不是外交部、外管在面試一些移民人口的時候 或者是就是婚姻、或者是來改善工作的 這些都是由領務局這邊來負責的 是不是 是由外交部派駐在當地的這個司令館 或者是代表處辦事處的負責領務的同仁 好,領務同仁 好,那因為我今天早上啊 有聽到非常多的委員同仁一直在質詢很多 很多像這個婚姻的啦 或者是我們對於這個跟外國人來結婚的時候啊 必須要先國外再結婚再到台灣來 那在台灣來結婚是不行的 那我,我的問題就非常直接啦 我想請問一下,外管啊 在處理外管辦事處的時候 面試的時候 一般來講 有幾個人來協助處理面試 通常是這樣子 因為就是 主持面談的是我們的領務同仁 就是我們外派的官員 那麼,特別像在東南亞地區因為都是特殊語言 所以不見得同仁都懂當地的語言 所以對這個外配沒有辦法直接跟他們用他們的語言溝通 會有一位當地的雇員 通曉當地語言的雇員 來做協助的工作 換句話講就是兩個人啊 是不是 一個我們外交部的官員 一位可能是通曉當地語言的雇員 那個雇員呢 他的資格的取得是怎麼樣啊 他並不是說特別應徵來協助做這個面談工作的 他是作為這個外管的領務部門的這個助理的這個工作 當然移民人口要國家大門要來掌握啊 要來控制啊 這個是要 我就非常尊重了啊 因為涉及到主權啊 但是在行使主權的這個人 特別是否會引起一些民怨 就由此發生啊 因為我相信很多委員同仁在質詢的時候 包括我在內 我在服務處裡面有受 有非常多的成形是有關這部分的啊 就像剛才我們有委員問到說 一些一些問題啊 就是第一次見面啊 或者是什麼相關的紀錄啊 那麼 但兩個人同時 你們是不是兩個人同時面試啊 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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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謂分開怎麼樣分開 先面試 先面試我們的國人 或者先面試外配 那完了之後 再請他到外面等候 然後再請另外一位進來 好 接下來一個問題呢 我要問一下啊 就是你在面試的時候 是否有錄音存證 有 有錄音跟錄影都有 錄音跟錄影 是 什麼時候開始開始做這個作為 從民國99年開始 欸 這個跟我所掌握的資料好像不大一樣啊 因為很多的在 當然移民署我知道是有啦 在外交部 在做一些問題啊 詢問的時候啊 涉及到一些我看很多的很多的私密的 或者是不妥當的 延遲不好的啊 或者是有故意這種羞辱的啊 或者是要來窺探 不適合的隱私的問題的時候 錄音存檔 錄音存證 是對於未來啊 訴訟啊 或者是權益保障 是有幫助的 所以換句話講 就是有錄音存檔就對了 有錄音也有錄影 錄音有錄影 是非常好 那我再問一下啊 就是駐外單位在受理外籍新娘面試作業的時候 排面試的時間 要多久 有時候有29天兩個月有時候很長 我不知道是如何來決定的 這個就是按照申請人他登記的先後順序 那麼之所以等候的時間會有長短的不同 主要是譬如像以越南來講 我們整個外配的人口結構當中 是以越南來自越南佔最大眾 目前在國內的外配 不管是他已經取得國民身份的 或者是拿這個外僑居留證在這裡的 總共加起來超過15萬人 這當中有8萬多人是來自越南 那所以因為越南那邊 這個譬如像以去年來講 我們整個東南亞地區面談 總共有6066件 其中越南的部分就佔了3000 幾乎快4000件 3838件 所以因為那個地方的需求量很大 而我們能夠配備的人員 就只有這麼多 所以在越南地區等候的時間是會比較長 東南亞地區比較而遠 泰國等的時間會比較短一點 所以你這個外交部這邊有沒有統計過 平均一個等待面試的機會 大概要多久時間 因為有時候去那邊安排面試的時候 有等很久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統計數據 平均應該在一到兩個月之間 但是他登記了之後 他不是就一直等在那裡了 登記了之後還是回來 等到時間到了之後再去出席面試 你覺得薪水低的人 低於基本工資的勞工 或者是一般的打聯工的台灣人 有沒有權利來娶外配 當然有權利 但是好像在做面試的時候 都會要求提供薪資的證明 意思就是說是不是錢賺的少 就不能娶老婆 我不知道你們如何來看待 這個薪資證明這東西 當然我 這個是非常非常兩難的 當然你要娶老婆 你沒有錢 你如何娶老婆 這個是非常重要 你要維持一個家庭的家計 你總是要 但是這個薪資證明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位置 希望大家好好來思考 時間到了 謝謝 謝謝